我自由灌了 我在这么大的家族长大 大家都宠着我 灌着我 可是我遇到你之后我没辙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 被你老虎养成了猫 这辈子 赢了算你的 输了那一定是我错 当年安逸学的信誓旦旦 如今看起来却让人心疼 太阳城集团主席周卓华非法开赌案 澳门司警再拘捕两个人 涉嫌非法经营萌 上赌博洗黑钱等 据了解其中一人是 德晋集团行政总裁陈荣恋 老公陈龙烈在过年前被捕 安逸轩至今失联 根据他的亲友透露 陈龙烈被捕之后 安逸轩好几天不吃不喝 除夕夜更是哭到泪崩 原本幸福快乐的家庭 面临史上最大的危机 呼吸着 跟我一样的空气 没有 水烟子 你要听到那儿的话 我这只燕子 只想停在河畔 看着你 如果看不到你 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哪里都不想飞 这是我的命运 这才是我的命运 你们走 不要 不要 要一起吃到吗 玩到了 书写给他 不能是直系写情 你们有谁是B型 我O型写 我可以决 他不行 他不能捐 他不能捐 我是B型学 为什么不能捐 我比退还适合 你给我一个理由 安以萱早期是台湾的偶像剧女王 转战中国大陆之后 被业内人士封为横店公主 长期驻扎在横店影视程拍戏 电视剧一步接一步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然而情场没结果 职场大满贯 比起事业 安以萱的感情就没有那么顺遂了 因为跟着爸爸长大 然后爸爸可能把我当男生在养 对性格上各个方面 所以你一直没有接触到妈妈 他四岁时父母离异 年幼的他跟着父亲 住在阳明山的豪宅 曾经被传言是黑到千金 但其实父亲在经营保全公司 十六岁以前 他上下课都是专车接送 不过童年并不快乐 由于爸妈离婚后各自嫁娶 安以萱是被叫安姨的继母带大的 安姨十分严厉 像是考试不及格 差一分打一下 闹钟响了 她没醒 安姨就直接开门摔东西 而跟生母只能靠卡片维系感情 直到二十岁才能自己去找妈妈 在高压教育下长大的安以萱 受访坦言自己渴望亲密关系 但没有安全感 所以戒备心很强 能真正走进她生命的男人 并不多 都是我剥虾给爸爸吃 我没有 没有人剥虾给我吃过 所以我谈恋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找一个会剥虾的男人给我 安以萱这一席话 是不是相当耳熟 因为大S以前也讲过 小杰吃虾我都会给他剥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 就是我爸不给我吃 我爸不在之后我就不吃了 我妈就说吃虾一定要是 男人帮你剥 遇到成龙恋之前 有传闻安以萱曾经暗恋 这位会剥虾的男人汪小肥很多年 还在自己的生日派对抱着对方哭 也就在同场派对 大S跟汪小肥一见倾心 四见定终身 安以萱不仅从暗恋变成红娘 之后更传出姐妹因此决裂 从红娘到被遗弃到伴娘 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 然后我自己也很迷茫 但是我真的没有收到邀请 到她的伴娘 对 那我们说她最后到底会是让我站在红娘 还是伴娘 还是情敌 还是哪个位置上 对我可能很好问一下爱她 面对这一切 安以萱对外始终否认暗恋 在节目上直呼 她和汪小肥只是哥们 她被你们害得很惨啊 你们这样一直陷害她 所以你心里面真的有懊恼 说又不关你的事 就大爱思的事情一直来问你吗 我觉得刚开始不会 但是后来久了会怕 会被媒体一直弄会变成一个误会 而且她现在很倒霉啊 因为她只要稍微有点精神不济 大家就说她情伤 对 然后她只要稍微就是 走路没有很直线 大家就说她喝醉 对 对 你懂 你懂 所以你真的是对王小肥 从来都没有一点火花吗 No 别人也不想把你们凑成对 没有过 因为如果她没有认识大爱思 你们两个是可以 试着交往看看的啊 不可能 你看我认识她五年了 要有早就有 就一直就是好朋友 我不太会跟身旁的朋友 就哥们就是哥们 话是这样说 但2010年 大爱思和汪小飞的三亚婚礼 红娘安苡萱 却以工作为由缺席 我只想跟你结婚 简简单单穿一次婚纱 就在同一年底 安苡萱和赴中国大陆发展的 韩国男星李承炫和拍电影《结婚狂想曲》 因此结缘而相恋 那时的安苡萱红遍大江南北 而李承炫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为了帮男友打开知名度 安苡萱常常带着李承炫出席活动 介绍不少人脉给她 然而在2013年 一张李承炫在泰国机场的牵手照 引发了争议 因为里头的女主角不是安苡萱 而是七威 媒体问了安苡萱 李承炫 双方都表示 他们过去没有交往 但网友可不相信 纷纷站出来大骂李承炫劈腿 舆论发酵几个月之后 男方终于坐不住了 在微博po文 坦诚和安苡萱相恋两年 分手的原因 单纯是因为个性不合 无关任何人 安苡萱也随即发文 你的未来不再有我 但祝你幸福 她本来就是个不婚主义者 我婚前就很保护自己的家人 那我觉得更何况是婚后 加上我的另一半 另外一半 她本来就不是公众人物 那她也有一个很庞大的家族 清场失忆的安苡萱 受到陈龙烈热烈的追求 她一开始频频打枪对方 不过 陈龙烈为了追安苡萱 可是不远千里 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的她 为了替在纽约过生日的安苡萱庆生 一个人飞过去找他们 让安苡萱的好朋友 安君灿傻眼 你有必要追我姐 追全这样吗 她看那时候我们有喝了一点酒 然后大家就在吃炸鸡什么的 我以为就是一个温暖的一个事情 后来发现她非常非常的认真 然后有一点点的红了眼眶 我自己才发现 My God 平时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吵架 这都是因为我太爱 心疼你 被男生弃而不舍的追求所感动 安苡萱终于答应对方 并在2017年步入结婚礼堂 婚宴上 大S也带着当时的老公 王小飞现身 破除了不合的江湖传言 看她紧张插拭老婆的腿就知道 陈龙烈极为宠爱安苡萱 老婆怀孕时除了陪产检就连涂防潤成纹的护肤油 剪指甲这种小事都要亲自来 安苡萱生下儿子的时候 她更是砸了26.5亿新台币买下四户独栋别墅 而在生下女儿之后 她更直接把名下的公司67亿的股份都送给老婆 这一切的一切都满足了安苡萱内心的安全感 如今老公被捕入狱 前途未知 她内心所苦可想而知